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儿呢想给大家讲了一个我上课开了小玩笑的故事 刚来的时候我们上课有很多课堂讨论的环节 但是无论多少人跟我说你要多参与呀 要更积极呀 心里就会觉得臣妾做不到呀 一方面担心自己的英语不够好 一方面也害怕说一些很蠢的事情 但是有一次上课的时候 我开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小玩笑 结果全班哄堂大笑 有的人甚至把手伸过来跟你说跟玩 然后对一下拳头 那一瞬间真的觉得很融入这个体系中 后来想想也许我们并不信仰那些华丽的表达 仅仅是真实地表达自己就足够了 我参加过很多美国人举办的聚会 从中国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真的很能聊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在去参加这些聚会之前 可以准备一些有趣的话题 比如我就很喜欢跟他们聊 单下的时事和美剧 这样就不至于太尴尬 要一直站在那里听他们说 向大家介绍一下ESL课程 ESL课程是这个学校为了帮助国际学生 提高对英语的听说读水平而专门开设的一个课 那我就是在这个课堂上练习了美语的发音语调 学习了很多美国的俗语 当然也了解了很多这里的分土人情 那除此之外呢 为了帮助同学们能够更快地胜任科研和助教的工作 这个课堂还特别注重培养同学们做陈述报告 以及讲解知识概念的能力 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得以更好的更快地适应这里的学习和工作 嗨 我是务理系的 在我们四星来的学生都要承担至少一年的教学任务 我曾经带过两个学期Premate的物理实验课 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共同学习的机会 在你教给你的学生方法和知识的同时 你也可以从中收获非常多的经验和想法 在做TA的这个过程中 无论是你的语言能力还是你的教学方法 都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很快地得到提高 做好TA我想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我是在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加入我现在的实验室的 我们实验室里既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 我觉得其实实验室里有很多可以让我提高英语的机会 比方说在每周的组会报告上 我会认真去听尽量捕捉更多的细节 在别人做报告的时候 我也可以学到一些地道的英文发音和表达方式 所以只要你足够留心 在实验室里随时都可以提高你自己的英文表达 除此之外如果你刚来到美国 有一些英文写作方面的困惑 我们学校也有相应的写作中心 里面的老师和本土学生都可以坐下来和你一起 读你写的文章 帮你修改里面的语法错误 提高你的英文书面表达能力 我是来自商学院的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的课档讨论和小组作业 通常需要我们很好的和组员沟通 中国学生非常的聪明 而且有很好点子在脑海中 但是有语言的限制 我们不能很好的沟通 其实在小组讨论中 我们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口语能力 更重要的是还能够教到很深厚的友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